跟李老师同意 那么这些像这些事情 我们自己有机会碰的也有 所以我也想到我在抗战期间 那个时候好像我16岁 年岁很轻 住在湖南横山 城外 居立城巴黎路 在这个湘江边上 看得到这个江水 住在一个民间 这个民间以前大概家境还不错 他们住的是四货院 挖房 在那个时候乡下了 那是一个富有的人家 四货院是两近 后面有个很大的财源 这个家已经败落了 只剩了老夫妻两个一个女儿 我们住进去他很欢喜 因为他人丁太少 很寂寞 他家是两层楼房 那个楼房 楼梯早就没有了 楼上住的是狐狸 真的狐狸精啊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真正看到 狐狸精了 这相信呢 这个小说里面写的也不是假的 他真的变成一个人性 但我们看到是男的不是女的 穿着长布大褂 许多人都看见 但是没有一个人呢 是看到他的正面 都看到侧面 看到背面的头 我也是看到背面 没有看到正面 听人家讲的时候 他真住在这个房子里头 很多年也相安无事 有一年出了事情了 这个房东的太太 她的一些兄弟们 打猎 早晨 清早看到屋顶上 有一只狐狸在拜太阳 他们用猎枪把狐狸打死了 这下就进了院州了 这个狐狸就常常来找 找麻烦 这个找麻烦 他有个女儿 他女儿好像那一年也是16岁 强暴他的女儿 所以他女儿在家里不敢住 就住亲戚家里 住得很远 偶尔回家来看看父母 我们那个时候 这女儿家里没有人 为什么不在家里住 才晓得这么一种事情 就接了这个院筹 我好